大家好,欢迎收看前车之见 我是主持人财远金 我们公司的二手车业务一直都是以宝马建长的 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一系、三系、七系以及X5的换代介绍 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款宝马的车型 我身边的这台新X1是公司的自行车 那么其实老款也有两台 只不过都刚刚被客户买走 卖得非常的紧俏 那么本来我们差点就拍不成了 好在粉丝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老款的X1 那么得以让我们今天继续完成这个拍摄 所以在这里我感谢一下田先生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接着我们回来说车 那么宝马X1的这一次换代 可以算得上是宝马近几年来最大胆的一次换代了 新款X1打破了宝马引以为傲的纵制后驱的格局 变成了一款以前制前驱为基础的车型 而且前横置的发动机布局 使得宝马X1彻底摒弃掉了直溜发动机 反而主推的是一款1.5T三缸的小排量涡轮自压发动机 可能有人会说宝马X1的这一次换代 是自宝马放弃自吸之后再一次的堕落 但是在我看来 这却是宝马的产品体系所向成熟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我们这一期节目一起建起来吧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两台车的配置 右边是这一台 进口X12010款XDrive25i 底盘代号184 左边是这一台 国产新X1XDrive18li 最响型 底盘代号F48 你们看这个底盘代号 似乎就暗示着这两台车有根本的不同 对吧 老款的大灯有一种阴眼的形态 炯炯有神 而且它的前面的鼻孔 大的还算是有所节制 接下来看新款的大灯 变得没有那么攻击性了 更加的随和平庸 而且在这台车上 宝马总算把它开烟脚的那个做法给停掉了 新款的鼻孔明显比老款更大了 那这是为了强化宝马的品牌特征 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 它的这个鼻孔有一半是被挡住的上半部分 说明它在发动机的散热并不需要那么大的鼻孔 那么这个挡住的部分呢 其实可以减少风阻的损耗 此外两台车的雾灯设计是保持一致的 从侧面看 细节特征上 两台车依然保持了很多的延续性 但是整体的比例感受变化非常的大 老款看上去身材修长 非常符合当下一些轿跑型SUV的产品特征 要是当时宝马给自己这么称呼的话 可能X1会是轿跑型SUV的鼻祖 新款X1比老款高了有将近80毫米 那么以我为参考系的话 在老X1上我的头还能露出这么一截 但是到了新X1这边的话 你们就只能通过头发来辨别我了 而反观轴距 即便这个新款X1是家常版 它轴距也只比老款多了20个毫米 那么加上机舱的长度明显变短了 挡风玻璃前移 使得新款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胖堆 其实引起这个比例变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在这个翼子版 老款由于是纵制发动机 它是前中制的 那么发动机在前轮之后 而新款它是一个横制发动机 所以发动机会在前轮之前 那么使得前门这条线 到这个前轮的距离会截然的不同 那么使得视觉效果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别 那么通过这个细节 我们很容易的去辨别一台车的发动机 它到底是横制的还是纵制的 好了 我们的外观就接下来到这里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老款差异的内饰 其实老款差异跟同时期第90的三系 187的一系 它们的内饰风格非常的像 像这个腿部非常难受拥挤的脚步空间 然后这个像临时加装的飞驾 以及这个手刹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可能区别比较大的 也就是这个陡破缓降的按键 接着我们来说老款的后排 坐进来 由于前面是我的坐姿 所以我们后排的空间表现尚可 但是如果我要翻到另外一个座位上 那就有点难受了 所以你姑且可以把这台车的后排 当做一个放大版的一系的空间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老款的后备箱的表现 可以说表现的中规中矩 可能也就比两箱的那些小车稍好一点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新款X1的内饰 其实X1的内饰在很多设计系上有的非常明显的提升 比如这边多了一个储物空间 可以用来放一些零钱效率什么的 右边的这个手套箱的开关 从中间挪到了靠近驾驶员这一侧 更加的方便了 那中央通道这边有了更多的储物空间 下面这边 以及有两个正经的背架了 那包括这个记忆座椅 也是肉眼直接可以看到的 我不用盲操去操作它了 但是我今天主要想说的是 X1叠成了前驱之后 为这台车的内饰带来的影响 第一点 更短的机舱以及更高前的挡风玻璃 使得这台车获得了一台SUV 真正应该拥有的视野 第二点 由于前驱的X1没有了纵直的变速箱 所以这个中央通道的这一整块 都变成了可以自由设计的空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宝马在做这一块的空间设计的时候 似乎还是缺乏经验 它只找到了迷你的工程师 来帮它进行设计 而没有去请教本田 而且这套操作面板放低了之后 其实并不适用于宝马的这个IGF系统 当我的手靠在这个扶手上 舒适的位置的时候 再去操作 我的手会变成一个机转 并不像老款商那么惬意 第三点 也同样是因为前面没有这么一个 动静变速箱了 所以空调的风道从这边走非常的容易 那么第二排获得了一个出风口 接着第四点 我们来说一下后排的一个表现 其实坐下来发现 表现并没有那么夸张 对吧 但是我把这个座椅往后拉 X1的空间比X5都还大 我们一直以为一台车的轴距是它的车内空间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那新款X1其实只比老款X1多了20毫米的轴距 但空间表现多了那么多 那么这就是发动机横置给这个车内空间带来的好处 最后第五点 我们来说一下后备箱 在X1变成了前置前驱之后呢 它的后面就没有非常复杂的传动系统和半轴了 所以它的后备箱下方用了巨大的储物空间 那么这也是让这台车变得更为实用的地方 接着我们来聊两台车的发动机 老款上搭载的是一台N52B30的发动机 直列6块腹肌 3.0自然吸气 看上去非常的有少年气 样子很板正 N52系列是宝马非常经典的一款发动机 搭载了双Vanus可变气门正式 还有Vavtronic可变气门生成技术 尤其是这个可变气门生成技术 这就好比郭靖学了翔龙十八掌一样 一招绝技在手 威震五零几十年 而新款上搭载的是一台B38A15的发动机 直列3块腹肌 那么它的动力参数是136马力220牛米 那么它的腹肌越连越少了 看上去就像一整块一样 现在很多厂家都这样 为了节能减排嘛 宝马的这个B系列发动机 采用的是模块化的设计 那么每个缸是0.5升 他们把这个0.5升的气缸设计的最优化 然后三个缸就是1.5T 四个缸就是2.0T 六个缸就是3.0T 像乐高一样组合起来 其实这么做的中英思想呢 就是一个成熟的公司 应该按照套路来做事情 花弦秀腿什么的都是不实用的 那如果按照这个套路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估计经过宝马的大排量V型发动机 只会越来越稀少 那关于这台新差异的发动机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知道 这台三缸机到底抖不抖 那么这台车我们一会开起来 一起来感受一下 好 现在我们把车开起来 首先说一下这台三缸机的表现 那如果要我说 非要说它不抖 那我觉得也是不合适的 这台车在做启动 以及做启停动作的时候 那还是有很多存在感的 但是如果把车开起来 那么这台发动机的抖动 基本上不会对你的驾乘 才很困扰 如果速度起来的话 正常人压根就体会不出 这台三缸机跟四缸机的区别 所以说我觉得这台发动机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它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再说到这台车的变速箱 那么配备的是一台6AT 但是以我们平常所认知的 宝马的6AT 都是财富的6AT 所不同 这台车的变速箱 是一台爱信的6AT 因为它是一台横置发动机的车 那么爱信也是以 它的横置的变速箱闻名的 尤其是它的6AT 它的平顺性 是在业内是一流的 那么这台车的表现也是如此 接着我们来说底盘的表现 这台车的整体的底盘的调校 它是偏舒适性的 由于它的悬架 也是采用了前MF逊 后长短臂四连感的形式 那么跟目前市面上 很多的挺凑极的SUV 是保持一致的 那么追求的是一种 平衡的舒适性 那不再像老款差异上 用的是非常运动的 一个底盘的配置 那这台车的底盘 也是基于Mini的那一套 UKL平台开发而来的 所以整个车的在 舒适性上 操控性上 是介于平衡的 可能比一般的车来说 要不要再那么运动一点 它转向的指向性 依然是不错的 但是它的方向盘 调的比较轻便 便于任何人 开这台车的时候 都可以轻轻松的电影驾驶 所以我们再说一下 这台车的油耗的表现 那么平常我在开这台车 开了100多公里 开的油耗 大概是在8个 9个之间 那么开的极端一点的话 我比如说有一段路 我开的非常的经济模式 非常的佛系 甚至能开到7个多一点 那么这也是 这一台三缸机 对于这台车来说最大的贡献了 这台车并不小 它的尺寸 它的重量并不小 但是三缸机 可以让这台车的油耗 比通常的四缸机来说 稍微能降那么一些些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 可能并不愿意 为了这么点油耗 去选择一台三缸机 那没关系 新款X1依然提供了 2.0T的四缸版本 能配备的是一个 8AT的变速箱 表现整体表现更好 大家只要预算足够的话 依然可以去选择 好 现在我们做到老款上 来看一下老款的表现 其实老款可能在内饰方面的表现 整体上都不如新款那么实用 但是在驾驶方面 在开车这个方面 老款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这台自吸直流的发动机的动力 非常的酣畅淋漓 即便这台X1是一台SUV 那它也算得上是一台 正儿八经的驾驶者之车 首先老款的方向盘非常的沉 如果你切到S档的话 它会变得更沉一些 那么以及它的油门响应 它的刹车的反应 都非常的舒服线性 那使得你在开这台车的时候 感觉到这台车的可控性非常的强 尤其这台车搭载了前双球节 然后后HB下摆B的那种 多连杆的悬崖形式 使这台车的一个 对于悬架参数的控制非常的稳定 那么它的一个弯中的极限会非常的高 当然驾驶方面的这些表现 它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那比如说有对于一些女士来说 开这个方向盘就会觉得太过于沉了 那么以及它的悬架 虽然它的参数控制的非常稳定 但是它对于纵向的冲击的过滤 其实不如新款上那种 四连感的悬架形式好 那所以这台车 对于开的人来说是一种享受 但是对于坐的人来说 可能还是会欠点意思 那毕竟当时的宝马 所标榜的并不是它的舒适性 它就是一味的在追求操控 操控操控 即便是在一台SUV上面 不过我有两台X1 一台老款 一台新款 那么我会在自己开车的时候 选择开这一台 因为即便油耗会比新款 多上个三个油 四个油 但是一年下来也贵不上两三千块钱 但如果说一家人出行的话 我更加愿意开上新款 更多的储物空间 更多的乘坐空间 以及更加舒适的驾乘感受 那么都可以让一家人轻轻松松的 达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最后我们来回首一下这两台车 这两台X1的特点 似乎演绎着我们人生中的一段变化 我们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翩翩少年 蜕变成了一个大幅翩翩的油腻中年 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使不完的力气 和无限的可能性 通宵撸窜看球 压根就不是个事 约上几个兄弟网吧开黑 可以熬战到天明 但是到了我们三十岁四十岁 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之后 家庭的重担都压在了我们的肩上 我们不得不选择去变得圆滑顺从 面对世间的这些无奈 我们只能去妥协 生活中再也没有出格这个词 为了一家人的幸福 我们选择成为一个更稳重 更保守 更有度量的好好先生 在一个不容犯错的工作岗位上 勤勤恳恳 独自吞下生活给你带来的酸甜苦辣 不否认这两台X1都可能给你带来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并不相同 在老款X1上 它是一种最为直接的体感上的快乐 车像是你身体的延伸 是你可以支配的力量 而新款X1的快乐显得并不是那么直接 它所经营的是让你家人舒服体面的生活 你可以从他们的幸福的笑容上 间接的收获一分安心的快乐 好了 这期前夜之间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收工了 收工了 收拾东西回去 收工了